国外奇葩相亲节目第二季再度来袭 节目组将男女嘉宾化妆成妖魔鬼怪 约会全程不看脸 只为寻求灵魂真爱 本期是一男选三女 男嘉宾系一个身高190体重150 是一名来自田奈西的导游 平时喜欢唱歌跳舞 上一次谈恋爱还得追溯到五年前 她的择偶标准十分简单朴素 只想找个有同理心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女生 节目组根据她的需求安排了三名女嘉宾 分别是球鱼小姐姐鲨鱼妹以及胡蒙小姐 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西哥最终的选择绝对会让你惊呼我的妈 接下来进入快速约会环节 西哥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轮流和三名女嘉宾约会 根据第一印象淘汰艺人 被淘汰的人需要当场卸掉妆容 第一位登场的是球鱼小姐姐 她是一名法律专业的瑜伽教练 长这么大她还从未遇到过心动男生 所以对这次约会充满了期待 她想找一个幽默风趣具有冒险精神的男人 西哥正好符合她的需求 两人一番交流过后 西哥给出了评价 看来西哥对她的第一印象还不赖 接下来登场的是鲨鱼小妹 以前她找对象只看脸 结果一次次被渣男伤害 现在她不想再那么肤浅 于是决定来参加这档不看脸的相亲节目 性格耿直的她当着西哥的面 说出了自己曾经糟糕的约会经历 随后又是一连串的冷笑话 逗得西哥何不拢嘴 最后出场的是胡蒙小姐 俏皮可爱的妆容 让她一出场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她是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兼救生员 母胎单身至今的她希望找一个聊得来的男生 西哥就很对她的胃口 刚见面两人就聊得热火朝天 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唱歌跳舞 第一轮约会结束 西哥对三名女嘉宾都很满意 但根据节目规则 她不得不选择淘汰一人 不知她在见到小姐姐真实长相后 会不会后悔呢 哇哦真的是太美了 看看西哥这后悔的小眼神 简直是后悔的不能再后悔了 但后悔已经来不及 因为她最后的选择会让她更后悔 接下来进入深度约会环节 剩下的三人将深入了解对方性格 鲨鱼妹非常自信能把西哥拿下 她把约会地点选在了插花店 听完大师的讲解后 两人分别为对方选花 暧昧的气氛让大妈都直呼受不了 插完花后两人坐在花店门口喝起了香槟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 西哥不求婚都受不了场 这一对似乎看上去很有希望哦 但狐蒙小姐可不会坐以待毙 知道西哥喜欢户外运动 她就故意把约会地点选在了攀岩馆 虽然她恐高 但为了能够让西哥开心 她算是豁出去了 在一次次尝试和摔倒中 西哥的保护欲被激起 她直言自己看到了爱的火花 晚上再去附近的小酒馆喝一杯聊聊天 这感觉简直不要太好 无讲尽猜 大家觉得西哥最后会选谁 你有没有猜对呢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卸妆环节了 让我们来一睹她们的真容吧 哇哦是为长发帅哥 这一头绣发不得把人迷死 接下来是遗憾落选的鲨鱼妹 哇哦是金发大美女一枚 西哥会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呢 大家觉得这俩般配吗 觉得般配的把般配打在公屏上 最后终于轮到我们的女主角 胡蒙小姐登场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吧 不知西哥心里怎么想 反正脸上笑嘻嘻看上去 很满意 虽然长相出乎所有人预期 不过从两人的发型上来看 还是十分般配的 大家看不看好这一对呢 这是一档不要脸的相亲节目 男女嘉宾全部化妆成丑八怪 只看性格不看脸 今天的男主角是一只木乃伊 哈佛毕业高材生 单身至今两年半 性格幽默风趣喜欢搞怪 希望另一半也是个有趣的人 节目组根据她的需求 匹配了三位女嘉宾 分别是绿头银蓝发妖精 以及山羊妹 到底谁能俘获她的芳心呢 让我们赶紧进入快速约会环节 首先出场的是绿头银小姐姐 这造型属实有点难以言表 她是一名销售顾问 曾经有过两段爱情长跑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她找对象的唯一标准 就是人品好友礼貌 当她看到男主的眼睛 瞬间就被吸引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接下来轮到蓝发妖精登场 她是一名来自佛罗里达的学生 因为长得好看总被搭讪 所以她想看看对方 在看不到她脸的情况下 是否还会追捧她 看得出来她非常自信 男主一下就被她的幽默风趣所吸引 约会的氛围格外轻松愉快 看来这一对不会太差 最后出场的是可爱山羊妹 她是一名高中老师 因为长得太漂亮 甚至被学生搭讪 但很显然约会不是她的强项 和男主聊天的语气 都是老师的说教的口吻 一下子把男主拉回了高中时期 幸好她机智地将话题拉回 才避免了尴尬 她问山羊妹遇到过最尴尬的事是什么 没想到山羊妹格外耿直 把自己在出租车上 一直放屁的事说了出来 看男主这惊讶的表情 属实有点没绷住 第一轮约会结束 男主需要根据第一印象淘汰艺人 大家觉得这个倒霉蛋会是谁呢 让我们来看看山羊妹的庐山珍念慕吧 不愧是老师 气质这一块狠狠拿捏住了 听这一声声赞美 山羊妹笑得合不拢嘴 男主心里后悔嘴却依旧很硬 让我们也来听听山羊妹看到男主照片后的评价吧 送走山羊妹后 剩下的三人将继续约会 充分了解彼此后 男主将在绿头银和蓝发妖精之间做出选择 蓝发妖精选择了乘船出游 刚出发他就表示自己不会游泳 万一掉下去了该怎么办 一副害怕的样子顺势往男主怀里靠 瞬间就把男主拿捏住了 两人嘻嘻哈哈聊了一路 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题 从性格上来看 两人似乎非常般配 约会结束后 蓝发妖精自信地表示 那么他究竟能否美梦成真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绿头银的表现怎么样吧 他选择和男主一起打迷你高尔夫 看着亲密的举动 很难让人不想如飞飞 当聊起过往的情感时 男主提起了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 原来他的前女友十分不注意形象 经常在约会的时候当着外人的面放屁 这样看来 山羊妹淘汰也就情有可原了 打完球再来上两根冰棍 一边回味今天的约会 一边讲土味情话 暧昧的气氛一点也不输给蓝发妖精 随着约会进入尾声 男主必须做出自己最后的抉择 究竟是活泼开朗的蓝发妖精 还是很会撩人的绿头银小姐姐呢 接下来就是最紧张刺激的卸妆环节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男主的卢山珍面目 这前后反差有点大呀 如果能做出木乃伊这种效果 我也去报名参加 接下来有请绿头银小姐姐闪亮登场 哇塞这迷人的眉眼 谁看了都得迷糊 不知男主看后会不会肠子悔青 男同胞们学会了没 要这样夸女孩子 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我们的女主蓝发妖精 两人究竟能否配对成功呢 大家赶紧把班配打在宫廷上 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果然缘分这种东西正是妙不可言呀